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們今天來講一下什麼叫LinePay 今天下午我去參加一場Line在台北舉辦的研討會 一個LinePay的說明會 然後就拿到一個很可愛的兇針 LinePay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你的信用卡跟Line把它綁定 跟LinePay綁定之後你以後如果用Line去刷QR Code 或者是某個店家的網站的一個行動條碼的時候 就會直接跳出付款頁的方式有幾種 像有的網站他們大部分都是譬如說透過信用卡刷卡 或者是透過ATM轉帳 那如果你有結合LinePay的話 你的網站就會有一個利用LinePay去結帳 那利用LinePay去結帳最大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信用卡跟LinePay的App已經綁定了 那你以後就可以縮短刷卡的時間 縮短刷卡的時間就是LinePay的主要目的 所謂縮短的時間就是你不需要輸入卡號 譬如說我今天在坐公車或是搭捷運的時候 你拿手機起來然後看一看這個東西你喜歡 然後你要購買的時候 你那時候還要再拿一張信用卡起來 然後在那邊輸入卡號那是很危險 而且有點很麻煩的事情 那如果說你的信用卡已經跟這個App已經綁定 跟LinePay的這個App已經綁定的話呢 那你以後只要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他有支援用LinePay刷卡的話 用LinePay支付的話 你就直接點一下用LinePay支付 然後他就直接因為信用卡之前已經綁定了嘛 所以他直接就扣款 直接從你信用卡扣款 所以他就可以節省你去刷卡的時間 這個就是LinePay最主要的目的 像大陸他們是用微信 所以他們有微支付 所以他們的微支付也是跟他們的銀聯卡綁定 或者是像支付寶 他們也是會綁定他們的銀聯卡 所以在大陸用幾乎90%以上的人都用支付寶 支付就會很方便 那台灣呢 目前的那個這類的第三方支付的平台 其實不是很多 那LinePay呢 為什麼我覺得他以後會比較流行 是因為台灣使用Line的人口實在是太多了 早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就已經Line官方就已經宣布 台灣使用Line人口已經有1700萬人 我相信現在已經不止了啦 所以如果有一個大家都在使用的應用程式 然後裡面又可以去綁定信用卡 那以後當成一個付款的機制的話 非常方便的付款機制 那以後用的人應該就會很多 因為它方便嘛 那現在呢 呃 今天他有公佈一個 比較優惠啦 就是前三個月免手續費的方案 可是呢 這個訊息要怎麼樣獲得 這個就Line人口的學員裡面我就會廣告 那我在這邊先告訴大家幾個訊息 就是LinePay它如何運作 LinePay它如何運作 就是你只要 看一下這張圖 好 看完了嗎 如果你是LinePay的商家 你就可以接觸全台灣1700多萬的潛在用戶 轉化為商家客戶 然後第二個它很簡單 透過LinePay可以簡單的用指紋掃描 或者是七位數的密碼輸入 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就刷卡完畢 就付款完畢了 那客戶平均可以減少50%的結帳付款的時間 然後呢 另外LinePay它可以支援桌機 PC的網頁版 也可以用手機的網頁 或者是手機的APP 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 然後再來是它比較安全 LinePay它不在Server 伺服器那邊儲存用戶的資料 它使用最新的金鑰加密技術 及安全標準 保護用戶的個資 好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申請LinePay的話 就趕快去申請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是未來的趨勢 商家尤其是商家 你要收購的錢 那趕快去申請LinePay的使用 那如果你是一般用戶 那你以後要付錢方便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趕快安裝 申請LinePay的應用服務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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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